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登 Dreamer's Cuties Hello 大家好,我是Wetweb 我是Kenna,我是Mylo 我們是三間看 對不起,我生病 那今天呢 我們來看 第二次看她就是Gigi Dilana的一首歌曲 本來我要在她生日那天 react她的,可是因為 我們兩個生病,沒有辦法見面 所以就沒有辦法做到 拖到今天,我們才來看 很多人就推薦了這一首 Frank Sinatra 很紅很經典的 Jazz的名曲 Fly Me To The Moon 我們馬上就來聽一聽 Gigi怎麼演唱這首 Fly Me To The Moon Kaja 這邊 我們來這邊 8倍 8倍 哇 外面這首歌 我們要去掉 M category 這首歌 Fly Me To The Moon Hold my hand Oh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please be true Oh in other words Oh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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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 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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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 傻,傻傻,傻,傻。 那是吉他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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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厉害啊 完全改头画面变成另外一首歌了 来什么感觉 因为我听过很多不同版本和这个歌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 这样这样子的玩法 然后我觉得当然它是很厉害的 我们都觉得我很喜欢它的声音 可是它的声音有一种 干净到就是那种啊的音 是完全是只有啊 不然你听不到任何气息 任何其他的东西 就只有一个一个音 所以它在玩那个 它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然后它就玩 它就玩这些Jetscape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呀 我就少掉一些东西 少掉一些很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在group都很好 它玩的音色也很多 哎呀 可是我就觉得少掉一些很很life 因为我们看过几个嘛 然后你也常常会给我们看一些很劲的那些歌手 然后他们玩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东西 是有一个精神的 那个精神 是我觉得少掉了的 可是overall来讲 我又很enjoy这个表演 我觉得这样子的版本 有换掉一些东西 可是感觉又不像Fly Me To The Moon 我一Fly好像飞了去火星这样子 有点远啊 飞到很够力这样子 我觉得 是好听的 整个整个东西 只是说 哎呦 可能我自己 Linking上我觉得 哎呀 少掉一些东西这样子了 嗯嗯嗯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比较chill的歌啦 它原版也是很chill 然后 呃 是 因为Franx & Nesra 自己本身 它的声音是很 属于那种soothing 然后很舒服的声音 爱的 然后 呃 Gigi 来唱 它就改成一个比较 呃 大笔一点 氛围感 更 更轻快一点的感觉 去唱 就不像 Original Original是很浪漫的嘛 它这个就比较 氛围感比较强大 更强快的那个感觉 呃 我很enjoy整个铺垫 那我觉得从前面 咳 从前面开始的 那一个渐进式的那个处理 到后面 基本上都在 它的那个 高音区那一边去玩 belting 拉音 转音 sketch 全部东西 因为前面其实还好 然后 喜欢 那个keyboard的solo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听 吉他solo嘛 keyboardsolo比较少 Piano solo也听过 我比较少听 因为keyboard是可以换声音的嘛 所以我觉得 蛮过瘾的那整个感觉 然后 呃 谈美咯 哈哈哈 就是他很美 哦 谈美咯 就是看他 他 那个歌给他拉到这样子 都还是觉得他很漂亮的 那个 那个感觉 在唱这首歌 然后 呃 不懂 可能因为它的 mic quality很好 或者是他们有修音啦 不懂 可是 我可以了解它的感觉是 那个声音 完美到有一点 听不到现场感 啊 是啦 可是呢 完美的声音就 有好的地方 就是那个歌 听起来很好听 嗯 我其实很喜欢 Fly Me To The Moon的 然后我真的听过 很多的版本 因为 经典嘛 大家都要唱 那通常 呃 很多的版本 都是跟原版差不多 都是比较浪漫 很抒轻 很抒轻的 这一歌吼 它在 Jazz里面又加一些摇滚的元素在里面 然后我记得上一首歌 其实我就有讲 我觉得 Gigi的声音吼 有摇滚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 呃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 包括它的 它的呐喊啊 它的SKAT 啊 各方面 其实都有这一个状态 而且 我自己 呃 可能真的是这么完美咯 可是我自己听 我觉得是很LIFE的啦 因为 那种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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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那种 SKAT 还有它的一些 表情啊 那个投入 我觉得好像全身都 灵魂都在那个状态里面 那我其实很喜欢 这样子的一个 表演的状态 然后也称赞一下 它的BAND 那几个男生 这么Gigi Webs 是吗 我觉得他们 呃 也很厉害 看来他们好像是 好像好像是在Youtube一起这样唱 做这个东西 然后红爆红起来的 OK 所以我觉得他们几个也很厉害的 玩音乐玩得很厉害 然后 我觉得是因为SKAT 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 呃 有很多方法 然后不同的歌手都有自己 一种独特的 SKAT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他 在这一首歌的处理 他就用了可能他自己的一种 比较直冲型的 一种SKAT的一个方式来做 我觉得是有带给我很大的惊喜啦 这首歌曲 谢谢大家的推荐 而且希望大家继续 更多Gigi的Fans来支持我们 我们继续看更多Gigi的歌曲 这样子咯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按赞 订阅和分享 打开一半杯小铃铛 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 就会通知你 同时呢 要来支持我的B站 Instagram 让我们一天三零项充电 有能力来支持我的Patreon和爱发电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